台湾的猪肉在国际上是很有名的 看这一道道精心制作的料理 真的非常多元化 出国国的朋友都知道 台湾的猪肉和国外的猪肉相比 口感和味道好非常多 只要经过政府合格屠宰的猪肉 就可以安心食用 现在传统市场猪肉台湾的猪肉 越来越讲求低温保鲜的趋势 目前在政府辅导下 全国有400多家这样用冷藏柜 贩售猪肉的摊商 客人一直上门 一整个早上没停过 它有那个不含瘦肉精的 那个标示说明很清楚 然后有冰柜冰着那个肉 比较干净卫生 摊位上清楚标示肉品来源 强调不含瘦肉精 并且提出证明文件 就能加强消费者信心 合法的屠宰人都在之下 我们有电载证明 所以标记这间店的地板 第一没有含瘦肉精的地板 第二也是经过卫生 但因为检查合格 也有电载证明 来标记在地板都安全 卫生没问题 这样不仅让消费者安心 对于店家来说 有安全的肉品管道 更是在人心惶惶的时候 业绩逆势上扬 因为我们找到的管道 我们也取得相关的证明 相对像现在的瘦肉精也好 或前阵子的病死猪也好 包括SARS的时候 所发生的这些种种的猪的疫情来讲 相对平常心讲 可以问我们客人 我们生会会变得有加成的动作 在传统市场里 任命屠宰合格标章就是保证 另外像在大卖场里面挑猪肉 只要看准了有CAS 台湾优良农产品标章的 就可以安心使用 而要挑新鲜猪肉也很简单 它如果是粉红色或是鲜红色 那在盒装里面不要有太多的血水 那这是最基本的两个原则 这样产品来说都是蛮新鲜的 到底这些猪肉是怎么样取得 屠宰卫生合格以及CAS标章的呢 我们实际去走一趟 在猪肢屠宰前 不仅要经过屠宰前卫生检查 屠宰的过程更是要符合国家标准 屠宰后更要经过受医师检验 才能取得屠宰卫生合格标章 屠宰检查包括内脏涂体 再过来我们在屠宰过程中 我们也做采血采肉来做防氨剂 还有抗生物质 还有现在最夯的这种瘦肉精的检测 瘦肉精检测就是要确保契约牧场的猪肉 绝对安全卫生 然而就整个作业环境上工作人员进入与外界严格隔离的分切室 更要经过重重关卡 不仅要穿着合格工作服装 不论在手部清洁 或者是清除身上可能粘到的毛发 都有一定的作业标准和作业时间 作业区随时保持低温保鲜 更有评管人员实时做监控 确保温度 政府在这一方面已经加强了许多把关的措施 对于国产的猪肉 务必要做到非常的安全 而且新鲜美味 所以我们在屠宰卫生检查的过程里面 也加入了对于违法添加剂的检验 我们行政院陈聪院长一再的宣誓 在整个美国牛肉含莱克多巴胺的政策里面 我们有一个牛猪分离 牛猪分离事实上是在照顾我们的国内产业 我们的养猪产业是国内农产品生产的第一位 它每一年的产值有高达700多亿 因此绝对会照顾到我们国内的养猪产业 所以牛猪分离这个政策是一定会去推动施行 国产猪肉在地生产在地消费 透过政府的严格把关 以及农友们一起努力 共同杜绝瘦肉精 不仅好吃安全更能提供国人平价的美味 如果你便丧了 所农 century 通ап 政治养猪肉铭 史业